以赛书第28章第13节 所以说向他们说的 命上加明 灵上加灵 律上加律 例上加例 者女一点 哪女一点 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 而且跌碎 并陷入网络被遣住 好了 现在我们又尝试再说回 几天前跟大家说 你有没有留意 又是这一句 这一节经文其实是放在这个位置的呢 那你说 你就说了 这个者女一点 哪女一点 是说27的秘密 其实他放在这个位置 也有另一个很特别的特性 当然在这几天大家都知道 真是者女一点 哪女一点 神的伟大真是再次将我们信仰的思维再次托阔 这个真是感谢主 如果你旁边没什么人的时候 你可以怕手掌 你真是怕手掌 多谢神 但我想给你知道 为何去摆这一节呢 当然这个也是我灵修当中 以我是你牧师的身份 这是我家庆受熟我会做的事 一看我就会理解 因为在这么多年里面 简单来说 关于圣经的会有一个启示 很多时候 神是交给我的时候 或者几分钟 但我可能要用几个月或几个礼拜 才跟大家分享到 所以这个就是我灵修的乐趣 很多时候 这些奥悲 其实多得很紧要 其中一个 为何神将这节经文摆在这里的原因 就是因为很简单 原来在二十七的秘密当中 神在以赛书第28章 以及以西结书第28章 都其实是神去审判那些骄傲的人 这节经文摆在这里的原因 就是说 告诉你们二十七的秘密 这种这类一点 那类一点的神铺排全本圣经的方法 就是为了审判那些骄傲的人 我们试试看我们前几个礼拜已经读的一节经文 就是以赛书第28章 第9节 《基肖先知的船》 有什么人有资格要基肖神的先知 这些人定自己 甚至比先知更好 但对圣经是典型的 就是中国的一句的成语 就是一知半价 这些基肖先知的说 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 这个就是现在我在这两年都在做 我将这些知识指教你们 很细节地教你们 原因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样去说? 因为事实上全本圣经就是这类一点那类一点 我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去解释 我相信当你听这几个礼拜我们所解的以赛书第28章 你就会发觉 走不掉了 我们一定要将这些去解释 如果我们根本怎么明白这些经文呢? 对不对? 他跟着说 要将知识指教谁 要使谁明白传言 是那刚断乃离怀的 他竟命上加命 灵上加灵 律上加律 例上加例 者女一点 乃女一点 而事实上接着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 在下一段就说 神是特意这样做 神是这样做 要骄傲的垂底 因为事实上以赛书第28章 你有没有留意 就跟大家去分享 整个以赛书第28章 就是说 神最后将拜子豪出来的事件 就是将骄傲的人去审判 而以赛书第28章就是说 神拔出这些 狂妄 骄傲的信徒 而以西结书第28章 神就拔出这些狂妄 骄傲的堕落天使 所以以赛书第28章第一节就说 和赛以法连的走徒 住在肥美谷的山上 他们心里 高傲 以所夸的为冠冕 犹如张残之花 但问题 以赛书第28章 豈不是说另一个个体 另一个主体 都是犯同一个罪 以西结书第28章第一节就这么说 耶和华的花又临到我说 人子呀你对推罗军黄说 主耶华以诸说 因你心里高傲 你见不见 就如我所说的打从一开始 你有没有留意神将这一节经文 命上加命 例上加利 律上加利 摆在这里的原因 是有理由的 因为神就告诉我们 神特意铺排圣经的原因 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会拔起 希望你不是其中一个 就是拔起这些自以为是的一套 但对神的话是一知半解 但是他们那种狂妄 那种的骄傲 就被神这些命上加命 灵上加灵 律上加律 例上加利 者 女一点 女一点 伴到他们 使他们仰面跌倒 跌碎 陷入莽额 被遣住 但是喜不是神用这个方法 一样在以西结书 又是第28章 去审判这个的推罗王 接着你有没有留意 无论以初下书第27、28章 或者以西结书27、28章 都其实是说世界末日神做最后的审判之前的指定动作 你亲自所见 神中在教会界里面 所豪出的这些娇狂的人 事实上只不过是另一个的特征 就如我一开始在几个星期前跟大家讲 以初下书第28章第9章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讲 好基超人 要记住好基超人神 是特别去做在世界末日结束的时候 一个特征 让你知道这个就是世界末日就到了 明白吗 因为拜子被豪起 被神去拔出 连根拔 以初下书就是说审判由神雅家开始 但是跟着审判就会由这个世界 巴比伦 推罗 赛东尼亚 一直延伸下去 相信如果当你这样看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启示录是这样铺牌 再回来说回我们原先的问题 第一 我们怎样去避开这个网络 就是原来我们要自力排除我们自己的 骄傲 骄狂 最紧要放下我们的骄傲 我们在谦卑当中 但另一件事一定要放下我们的狹窄和有限 我们千万说也不要说 这件事关我什么事 这些经文关我什么事 我想你知道 如果你觉得神的话不合心水的 对你没有利益的就不关你事的话 那七年大灾难就关你事了 因为这些是神的话 不是给我们任意的去选择 任意的去将它一点一画去废弃的 当主耶稣说到关于无花果树的时候 说到吹角节的时候 祂曾经说过天地都要废弃神的说话 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弃的 你知道吗 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想你知道 你的生命的天地都可以废弃 你自己的小天地你自己都可以废弃 但你不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够胆 在你的生命当中去抹杀神的话语的一点一画 因为这种的娇狂 神是不会宽恕的 所以解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怎样可以使我们 不会让这个网络去半叠 就是说你谦卑的 不要看圣经是选择性的 不要觉得这件事跟你没关 你就不去学 你不去听 那些只为神的话语的话 破碎自己 笨的话 求教一些聪明的人 学习起自己能够去明白 而不要松懈 否则整个话语在末后日子 是祂祝福你 亦是祂审判你 而解答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个就是我灵修的时候 会有的习惯 就是其实 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一样会遣返回去 以西结书去看第27章 第28章 去作我的灵修 因为我们的灵修 应该除了应景之外 就是将我们自己 对神的话语的熟悉 用这类一点那类一点的方法 去看它 去看它 去理解它 以赛书第28章 第13节 所以我向他们说的话 是命上加明 令上加灵 律上加律 例上加例 这类一点那类一点 以至他们前行 仰面跌倒 而且跌碎 并陷入网络 被遣住 已如今领跌US 工真的提呈 真的很准薪 所以我画一句 尝对吗 它 谚律下因为不追悟 管教会 使人想要问 оз提 g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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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consegu często不证声 προ汽发更 importante 這樣子的胎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